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今天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70%了 说实话这个数字我觉得都有点保守 为什么 今年当我们进入到中国大量乡村之时 我们会发现很多乡村 那真的留下的都是50岁以上垂垂老矣的老人了 当然偶尔还会有一些留守儿童 但是由于大城市教育好啊 所以现在连留守儿童的数量都越来越少了 这个情况很正常 大城市有着红锡效应嘛 年轻人总是希望到大城市中去赚一份高薪工作嘛 那么慢慢适应了都市的生活 乡村真是回不去了 怎么也得在城市买个房 然后长久的生活下去 这样的话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农村大量的宅基地它怎么办 咱们知道啊 农村户口的人和城镇户口的人 有一个重大的不同 就是农村人都是有宅基地的 在这个村里面土地都是村集体共有的 每家每户根据需要村集体会分给你一块宅基地 在这个宅基地上呢你可以建造自己的房屋 所以很多农村人经常骄傲的说 别看你们城里人生活不错 但是我是有土地的啊 你城里人你根本就没有土地 你就是买那个房子 土地也是只有使用权 而且你要跟楼上楼下几十户共享一小块土地的 但是当进城农民越来越多 而且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转换身份 从农民变成市民 长久的在城市生活之后呢 这个宅基地啊 有时候就变成一块鸡肋了 当然对于还生活在农村中的人来讲 那宅基地是必须有的 你总得有自己的房子嘛 你要长久的生活下去嘛 然而宅基地的继承呢 它和城市中的房屋不一样 好比说你在城市买了出房 哪怕他们规定啊 只有七十年产权 那个土地还是使用权 但是你这个房子是可以继承的 而且根据我国现行法律 哪怕超过七十年 你也是可以永远的继承下去的 可是农村的宅基地不一样啊 农村的宅基地从法底上讲 它是整个村的共同拥有的土地 所以农村的宅基地想继承 它是有先决条件的 什么呢 就是继承人 你得拥有农村户口 而且你得是这个村的村民 你才可以继承这个宅基地 换句话讲 如果你已经不是这个村的村民了 你已经继承生活了 你这个户口都迁走了 那对不起 你都没有资格继承这块宅基地 当然了 地和房子是分别的 地的权力你不可以继承 你总可以继承这个房子吧 家里老人过世之后 你已经不是这个村村民了 但是这个房子是你的 然而 经年累月之后啊 这个房子 它是撑不了多长时间的 它是会慢慢垮它的 当这个房子解体之后 你就不拥有对这个房子的权利了 那么 而且你又没有对宅基地的继承权 那么连地带房子 就都不是你的了 当然 也有很多人说 哎呀 那我要为了维持 拥有对这个宅基地的继承权 我这个农村户口不能放弃啊 我最好哪怕人 在这个城市中生活 哎 我还是保留着我们村的这个农村户口 我这样不但可以拥有和继承宅基地 甚至将来说不定了 这个村子基体经济搞得好 我还可以分点钱 但是呢 这也确实有操作难度 因为今天你在城市中生活的时候 你子女入学是需要户口的 你都不具有这个城市的户口 你的子女当然也没有这个城市的户口 那么你这个入学也好 入托也好 还有以后很多事情操作起来是很麻烦的 而另一方面呢 农村老宅虽然存在 但是离你城市非常远 说实话 对很多人来讲 一年能回去一次就不错了 这个房子没有人居住啊 它是很容易垮他的 所以很多人就面临这样一个尴尬境界 你说农村的宅基地也好 农村的老宅也好 它值不值钱 多少值点钱 但是如果你想继承它呀 哎呀 你得有限决条件 你得有这个户口 而且这个老宅的使用频率非常非常低 当然也有人说 我能不能租出去 说实话 越是小城镇 越是小乡村 你这个房子想租出去 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为大量的乡村啊 那都是人口严重的净流出 各家各户的空房数量是非常多的 根本就没有外来人口 你这个房子租给谁啊 所以很多的摘基地啊 慢慢变成了一个积累 而总体上看呢 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你想 我国虽然幅员辽阔 960万平方公里 但是价不住咱人口多呀 人均耕地面积是非常非常少的 少到什么状态 咱们国家有个著名的 耕地18亿亩红线 就是说咱们这个总耕地面积啊 不能低于18亿亩 不然的话 咱们就有这个粮食安全问题了 18亿亩耕地算多吗 您想想 咱们可是有14亿人口啊 人均这个耕地面积 才一点几亩而已啊 然而 我们有大量的摘基地被荒废了 改革开放之初 我们经常说 咱们10亿人口 8亿农民 现在农民恐怕就剩个两三亿了 也就是说 至少有五六亿农村人进入到城市中 他们长久的在城市中生活 不回乡村 但是 他们的宅基地还存在 对个人而言 这是一块鸡肋 对国家而言 这是一块巨大的浪费 所以呢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 提出了这个宅基地回收的项目 有很多地方规定 说你这个农民 如果你尽筹生活了 你自愿把这个宅基地交还给村集体 政府不给你五万块钱 有的地方呢 给现金 有的地方呢 说我不给钱 但我给房票 你拿这个房票 可以到本市啊 买房子 买房子的时候 还能再享受点税费有回 五万块钱 说实话 不算多 有很多人可能觉得 哎呀 太不值了 我这好歹有块土地呢 我土地将来还可以建房子呢 我五万块钱就给卖了 太亏了呀 但 大家反过来想一想 对于很多人而言 真的有可能 一辈子都不回乡村了 或者说 一年就回去一次 一次就待几天 如果那个村里都没有亲人了 那回去的可能性更低 在这个状态之下 即便你有那块宅基地 你还能创造出什么财富吗 尤其是对于大量的农村老人而言 咱们经常谈这个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 和城里老人不一样 城里老人动辄能拿几千块钱的退休金 农村老人大概只能拿一两百块钱 那么对于他们而言 如果说子女真的早早的在城里就能安家立业 把他们接到城里生活 把宅基地一交 老年人拿到五万块钱 那也相当于几年的退休金 当然 对于那些临近城市的村落 大家想的是 说不准这个城市大发展 会波及到我这个词 到时候我那个土地绝对值钱了 那个拆迁款 一夜之间我就报复了 可是并不是每个农村都在近郊的 有的农村的真的离城市非常非常遥远 你再过一千年也没有开发的可能 这些宅基地 它是不是换五万块钱 还是比较值得的呢 您觉得如果您还拥有宅基地的话 把它交出去 换五万块钱 合不合适呢